大家好 现在是9月10号下午17点05分啊 这个赵本山啊 曾经风云一时哈 二十来年啊 这个占据着春晚的舞台哈 收了几百个徒弟 然后做着各种买卖啊 买了私人飞机 但是现在他自个儿说老后悔了 赵本山啊 两亿 花两亿多买的私人飞机 现在打五折都卖不出去了啊 这个前两天赵本山的闺女啊 应该是赵本山跟前妻生的那闺女啊 在做网络直播的时候 提到了他爸那架私人飞机 说现在老后悔了啊 这个这架飞机呢 其实也是赵本山啊 整个人生沉浮的一个注脚啊 这个国内第一个买名买飞机的明星可能就是赵本山 这个土豪也有土豪的烦恼啊 赵本山的女儿吐槽了 说养不起了都就想卖了 说二手的打五折都没人买啊 时间往前推呢 那是另一个样子啊 07年 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把赵本山排在第二十二位了啊 收入 年收入啊 一千二百万 据说赵本山知道后 哈哈笑了 说 我就挣这么点钱吧 看来他远远不止一千两百万啊 零七年 这个1990年的时候啊 33岁的赵本山啊 那赵本山是57年的哈 57年的属鸡的啊 也63岁了 从铁岭的农村走出来 搭档谁呢 黄小娟 在央视春晚演了一个小品叫《乡亲》 对 没错 那个我还记得非常深刻啊 记忆犹新 上一次春晚就红遍了整个中国啊 而到了2007年 赵本山已经连续上了17年的春晚啊 后来又上了四年啊 一共是上了21年 他 包括他的东北话 几乎就成了语言类节目的范本 然而 虽然啊 上一次春晚的劳务报酬 只有区区的一千块钱 但实际上 赵本山是名利双收 而且是巨大的名利双收哈 2010年的四月啊 大概是十年前 赵本山买下了自己的私人飞机 他也成为国内第一个拥有自己公务机的明星 成龙都是在赵本山之后啊 2012年才买的 这架私人飞机呢 叫本山号啊 其实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生产的 庞巴迪挑战者850公务机 飞机的注册号是B7697 整机造价3000万美元 当时折算人民币2亿左右啊 而中国飞机的进口税率是21% 所以赵本山的这架飞机啊 这个本山号税后交货价 大概是2.8亿啊 小3亿 这个据说赵本山当时买这架飞机 也是前后左右啊 琢磨了很长时间 赵本山的商演啊 活动啊特别的多 而且每次出行呢 都是一团队 买机票 有时就会因为票员紧张 导致迟到 或者延误这个活动啊 给人耽误事了 加上整个一团队下来 这机票费也挺惊人的 况且那时候呢 赵本山正当红 到处都是追星族 搞得他也没法休息 所以看起来一切都是刚刚好 这一架最高巡航速度 850公里每小时的飞机 载着他飞过大江南北啊 我感觉比如说从沈阳 要是到上海 也就一千多公里吧 是吧 到广州三千多公里 是吧 基本上两个多小时 到三四个小时哈 赵本山能跑遍全中国了啊 飞机到手俩月 赵本山就飞过台湾海峡啊 哎我飞过台湾 好像从北京飞是两个小时 零五十分钟 但是我们那个民航机 那个速度要比赵本山 那个公务机快一点 是吧 然后赵本山也飞到台湾了 给刘老根大舞台 笑转台湾造势 一下飞机啊 记者们就蜂拥而上 有人说他是开着飞机来炫富的 还有人说他是大陆的土豪 但赵本山微笑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我想吃台湾小吃 这架飞机呢 有十七个座位 两个惯喜室啊 俩厕所 两个WC托里特啊 这个西班牙语 好像卫生间叫 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啊 还能有酒吧的飞机上 还有套房 或者办公区健身房等 这个空警 也是中国公务航空小姐大赛 选拔出来的 十年前给的年薪 就超过人民币二十万 这架飞机也成为他社交的重要场所啊 像张博之 叫张博之叫张柏之啊 是吧 这些明星啊 重量金人物啊 都是他的座上宾 那时候的赵本山啊 可说是风头无两啊 至于赵本山到底多有钱 外界一直想探个究竟啊 2010年 央视网一个图片新闻 题目是揭秘赵本山 七亿身家的财富之路啊 10年说他有七个亿 差不多同时 深圳商报 说赵本山有十个亿 然后10年的11月啊 经济参考报 说赵本山如何用30年的时间 赚35个亿啊 也许就像他本人说的哈 对钱没什么概念 有时候钱多了 就是一个数字 03年赵本山成立了辽宁民间艺术团 后来又发展成本山传媒集团啊 横跨演出影视制作啊 什么乡村爱情啊 刘老根啊 是吧 演好多电视剧那会儿啊 电视节目 艺术教育等等 许多领域啊 光在北京天津啊 等地的刘老根大舞台的剧场 10年全年演出就将近2800场 票房收入就超过2亿 包括这个刘老根啊 马大帅啊 乡村爱情啊 电视剧啊 这些电视剧 更是当时屏幕上的热播电视剧啊 仅这个乡村爱情2进账估计就达6000万 另外他和黑龙江卫视 北京卫视辽宁卫视啊 合作推出了本山快乐营啊 这个喜剧世界啊 新校林啊 等栏目啊 收视率都位居全国同时段节目的前三位啊 另外小沈阳这帮徒弟也都是赚钱的好手 赵本山本人的代言费也早早就突破了七位数 就是百万以上啊 百万以上 这种财富呢 还体现在给社会的回馈上 光2010年这一年大笔的捐款就有啊 赵本山还行啊 他还真捐 四月给这个西南 我记得那会儿说云南那边大旱啊 说老百姓喝水都喝不上了 这个给旱灾捐了266.5万 然后给这个青海玉树 有一场大地震捐了200万 然后又给这个乡村爱情交响曲的这个剧组的演员 又给甘肃州曲的泥石流灾区 捐了10308000 那个州曲县城整个给吞没了啊 大陆叫泥石流 台湾叫土石流 也死了很多人啊 连周润发都羡慕啊 说赵本山坐飞机有保镖啊 不一样了啊 说不是农民了 真的好厉害 13年啊 有传言说本山传媒要借壳上市了 对标啊 就是华谊兄弟 当时华谊兄弟总市值是290多亿 有人就估计啊 本山传媒一旦上市市值要在300亿以上 成为民营的文化产业的第一股票啊 第一股 有人还给了他一个戳号叫东方卓别林啊 但攀爬的高了 跌落的风险也就大了啊 就跟我妈常说的啊 叫什么飞不高 跌不重啊 那你飞的高 你自然就跌的重了 千里之外 山城的一桩事件 把它拉进了漩涡 山城是哪啊 重庆啊 是把薄熙来倒了 据说薄熙来要政变吗 上台之后赵本山当文化部部长啊 有人说他不可能 说他没什么文化 那文化大革命当文化部部长的 叫刘慧勇吧 还是钱浩亮啊 那不就是个唱京剧的 唱样板戏的吗 对吧 体育 国家体育委主任 那个庄泽洞 不就是一个打乒乓球的吗 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啊 在中国 是吧 一朝君子 一朝臣啊 然后13年 1月30号赵本山宣布 可能从现在开始 小品这个舞台 不会再有我了 因为我选择退出了 不是他选择退出了 是人家不要他了 央视 作为国家电视台 是吧 一定是秉承 最高领导人的旨意 最高领导要不喜欢你 是吧 你原来的靠山要是垮了 你就完蛋了 14年啊 更是急转之下 几个重要的文艺方面的会议 都没有邀请他参加 有一个著名的那个文艺座谈会啊 请了花千方周小平 周大鱼 愣没请赵本山啊 当年11月啊 14年11月 赵本山亲自喊话 说 但如果大家还愿意看我这张老脸 我会奋不顾身 他老早就表达了再上春晚的想法 我还想上 但几个月的春晚舞台上 有潘长江 蔡明 郭东霖 这样的老面孔 这几个人其实一点都不斗乐 是吧 潘长江 蔡明 郭东霖 还有沙翼 贾林 沈腾 这样的新人 其实他们也不斗乐 是吧 谁上去也不斗乐 郭德纲的那几个徒弟 上去没上去 上去了 照样不斗乐 为什么呀 你斗不了乐 这也不让说 那也不让说 什么都不让说 那你怎么斗乐 对不对 你只能是 硬 硬隔着人家 硬隔着人家嘎着窝 非让人家乐 对吧 所以呢 就少了赵本山这个常客救人了 赵本山有人说他俗气 有人说他拿穷人 拿什么残疾人 开心 但是终究他还能让你多多少少的乐一下 但是其他那些人真的不斗乐 每年大家都很烦什么蔡明 龚汉林 可是他们年年都上 所以吧 所以说有这个重量媒体直接炮轰 说他是台上插科打魂的东北老大爷 已然脱离了主流文化了 主流文化就是领导的文化 领导稀罕谁 领导待见谁 谁就能上 对不对啊 后来有媒体报道 赵本山一下子瘦了30斤 我觉得他为什么瘦了30斤啊 因为他挣不着钱了 而且他这摊子铺那么大 他那么多徒弟 人吃马胃的 他压力非常大 他有挑肺啊 他不光挣不着钱了 对吧 所以赵本山后来还对他这个老根山庄啊 刘老根山庄的员工讲话说 他说如果要是我出事了 也不会连累你们 是吧 他害怕了 因为薄熙来倒了 薄熙来王立军啊 都是他的大哥都倒了 树欲净而风不止啊 所以呢 17年3月有媒体报道 赵本山戴鸭舌帽 帽檐压得极低 大花围帽蒙面 急步走向礼堂 走向礼堂就是全国两会啊 17年3月初啊 他还是政协委员吧 参加了一场一年一度的重要会议啊 这个会议就是举手会议 举个手投个票啊 这也宣告还好 一切终于平安 是吧 前几年薄熙来倒了 有很多传说 说可能要抓赵本山吗 这些年来啊 赵本山已经很少公开露面了 灵魂人物退隐 难免会影响商业帝国的运作 没错 当年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那会儿钱可好挣 钱找人好找 人要找钱可就难了 看那西班牙的街景了吧 漂亮吧 热带植物啊 往前一直走就是海边啊 加上疫情啊 今年的演艺行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人分析说啊 说赵本山的这个飞行员 本山号的这个 这个机长 日常的维护和保险等费用 每年就需要500万 光这个停机费 一晚上就要2万 那光这停机费 一晚上2万 这一年就700多万呀 然后说这个维护和保险500万 然后飞一个小时燃料费 大概要1万5 这飞机不动换 这就得1200万 这一动换 每小时就1万5 一年下来就得1000多万呀 所以连他这个大闺女啊 他前期跟他生的大闺女都说 说老费钱了啊 东北人讲话老费钱了 当初在定下飞机后不久 赵本山突发心脏病 就在上海 上海有一次正排练 还是演出呢 正在排着戏呢 赵本山突然就病了嘛 是吧 据说经过抢救醒来后 他就问 我是不是有点作大了 作啊 no作no die 不作不死 他认为自己作了啊 说那飞机能退不 十多年后不知道 他现在会怎么看这架飞机啊 哎 赵本山也火过哈 也给我们带来过一些欢乐啊 虽然有些俗 虽然有些谄媚 是吧 看看赵本山的下场 就是很多所谓的富豪的下场啊 吴小辉啊 等等的 吴小辉要论地位 都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了 是吧 但是说抓就抓了 是吧 几百亿 八百多亿吧 没收了 所以赵本山要跟吴小辉一比 他应该感觉到幸运了 是吧 谢谢大家 请订阅侃爷 的频道 啊 中文字幕——YK